1999年12月9日和10日是中国人耻辱的日子 在这两天里 江泽民与在北京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里钦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 在库文写的传记中 充斥满书的就是爱国两个字了 找不到这次会晤的一丝踪影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 中间隐藏着今天的黑幕 在议定书中 江泽民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 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 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 江泽民还将屠门江出海口划给了俄国 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江泽民出卖的中国北方领土有几大块 一块是外兴安岭以南 黑龙江以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 另一块是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区 有四十万平方公里 还有就是唐弩乌梁海地区 有十七万平方公里